那些年代里 一些人被极端愚昧和压抑 不敢爱却敢恨 钱一红是学校的大姐头女流氓 整天带着一帮小妹穿梭于街头巷尾 管理着学校秩序 林杰清秀漂亮 与三班的四眼正谈恋爱 这样搞破鞋的行为破坏风气 钱一红绝不允许 他霸道的要求全班人孤立林杰 逼他主动退学 文弱俊秀的小松 大大方方的坐在林杰旁边 钱一红气急 带着小姐妹把小松躲在厕所门口 小松怡然不惧 出言调戏 钱一红撂下狠话 愤然离去 他只以为这个臭小子是个刺头 却不知道小松喜欢上了 个性张扬的女流氓 青春期的少年 总会想尽各种办法吸引他的注意 总会躲在墙角偷偷看着 期待着哪一天 他能回头看他 小松妥协了 林杰被彻底孤立 钱一红扬起骄傲的头颅 小松约他放学见面 是时候表白了 转角处的荣树下 他胆怯而兴奋地等待他的到来 没想到的是 钱一红完全会错了意 带着小妹们横在路中间 小松只能躲在树后 看着他远去 第二天上学 钱一红发现一封匿名情书 一根筋的他当众朗读起来 那时的钱一红像一朵美丽的小花包 还不懂得怎么绽放 更不懂什么是爱情 可这样的无知 却伤害了深情的少年 他不能容忍爱情被亵渎 抄起砖头狠狠砸向钱一红的后背 这一砖头是让你记住 我爱你 放学路上 小松被围堵 只要叫钱一红三生姑奶奶 所有恩怨就一笔勾销 小松一声不吭 拿起砖头拍在自己脚面上 顿时鲜血淋漓 钱一红彻底傻掉 这一砸 砸开了他懵懂的爱情 如此激烈 如此迅猛 带着青春的暴力气息 卷息而来 尴尬的是 小松从此不再搭理他 反而跟林杰走得很近 一物室内 钱一红放下自尊主动搭讪 可他却倔强地起身离开 想再他一程 他还是不领情 钱一红的耐心似乎磨光了 扔下一句臭小子 飘然离去 小松拖着那条半废的腿 拄着拐杖 蹦过几条胡同 赶到巷子口 看着他离去的身影 是的 他仍热烈地喜欢着他 爱情一旦萌芽 就会不可收拾的疯涨 钱一红翻遍衣柜 想找到一条满意的裙子 期待有一天能穿给他看 可惜一切都晚了 小松淹死了 那只受伤的脚 把他拖向死亡 两个人最终也没好好说上一句话 林杰找到他 递给他一个靠垫 这是小松一针一线缝的 没来得及送给他 河边上 钱一红终究没忍住 蹲在地上默默流泪 一夜之间长大 钱一红再没兴趣做大姐大 他的后背每逢下雨 必隐隐隐作痛 比天气预报还准 或许只有痛才能让他知道 他曾经爱过 他跟林杰成了好朋友 因为那个年代 只有林杰知道 爱是什么滋味 淡淡的 软软的 却有点心 逃离是为了忘记爱情的伤痛 高考结束后 钱一红到了一个不下雨的地方 大三那年 他到医院实习 老孟38 他22 他是他第一个独立手术的病人 大晚上 他主动找到钱一红喝酒聊天 有意无意的贴近他 空闲的时候 邀他一起打牌 一来二去 两人的关系清静了不少 老孟出院那天 钱一红魂不守舍的躲在窗帘后 偷看着幸福的一家三口 他用帘子卷住自己的身体 期待着原本不应该有的不伦爱情 果然老孟打电话 邀他去家里打牌 言语间透着说不清的暧昧 一路上 空气中弥漫着爱情的味道 等了一下午 所谓的牌友都没有出现 老孟的心思不言而喻 钱一红明知道对方有家事 可还是义无反顾的爱了 接下来的日子 两人如热恋的小情侣般 老婆一不在家 就腻歪在一起 老孟上班 钱一红熬不住相思之苦 偷偷跑到他单位门口 只为见他一面 脸上挂着怯懦的笑容 我就是太想你了 实在忍不住了 爱果然是那样强烈的味道 钱一红怀孕了 老孟慌了 决定堕胎 那个年代 这是会让天塌下来的大事 他是他第一个男人 为了他不顾学业 日日欢愉 为了他小心提防着 第三者的狼藉骂名 所以他义无反顾的要堕胎 医院肯定是去不了的 学医的钱一红 准备自己上 临时教授老孟手术知识 准备好手术工具 就这样动手了 这个过程十分漫长 三天过去了 人没有反应 正准备放弃的时候 剧烈的疼痛忽然袭来 钱一红被折磨得满头大汗 痛了一晚上 终于结束了 用报纸草草包裹 一个无辜的生命 就这样草草离开 老孟把包裹的报纸扔进垃圾桶 回到房间 整个人魂不守舍 看着被碎玻璃划破的伤口 他又拿着玻璃 往自己手腕上来了一下 当然不是真的自杀 他想感受疼痛 想用自己的血 体会女人的痛 赎自己的罪 钱一红的爱 在这个时候 或许还算值得 老孟还是被叫去谈话了 报纸上的门牌号暴露了他 他把所有责任都推给钱一红 说自己是被勾引的 钱一红又一根筋了 他一口咬定 是自己勾引老孟 即便调查员拿出老孟诬陷他的口供 即便承诺他 只要说出实情 一切都可以既往不咎 他可以顺利完成血液 前途一片光明 可这个傻女人 不怕被退学 不怕声名狼藉 只要他爱的男人过得好 钱一红被开除了 退回北京 火车快开了 老孟跑来了 四目相对 但他老婆跟着 警告他不许和他说话 钱一红从怀里掏出一张扑克牌 笑着 老孟点头 他明白 他在说我爱你 火车开了 而他连挥手告别的勇气都没有 回到老家 钱一红成了妈妈口中那个杀猪的 林杰要跟三班的四眼结婚了 看上去很幸福 看到他仍孤身一人 主动牵线搭桥 介绍了一个大学生 这个戴眼镜的古板小伙 名叫阿秋 有一颗鼻子的虎牙 乍一看 有些滑稽可笑 他一眼就像中了钱一红 那个时候 女子的悲哀在于 婚姻是一生的保证 即便没了爱情 也要有一份婚姻来维持下半身 没过几天 阿秋就提着礼物上门拜访 他有些遗憾地告诉他 结婚后 他们可能要做牛郎之女 他在大山里工作 一年只有20天探亲假 这个却正合他的要求 两人很快举行了婚礼 送走最后一波宾客 阿秋迫不及待地抱着新娘 他生硬地回应 第一年探亲假 他们有了孩子 阿秋是个好男人 好丈夫 他仔细地为宝宝洗尿布 为他做饭 有条理地规划着他们的将来 甚至容忍他身上的烟味 第五年 阿秋提前回来了 多年的分居问题终于解决 这个喜讯几乎让他崩溃 甚至是恐慌与绝望 原本幸福的色调逐渐暗淡 于是他报了三年原葬活动 只为逃离 阿秋不理解 别人都是这样柴米油盐地过着 为什么你就不能忍受 你不配做母亲 我不该做父亲 大街上 钱一红碰到了老孟 他离婚了 他也即将离婚 老孟暗示要旧情复燃 钱一红已不是被爱情冲昏头的傻姑娘 这个男人是真的虚伪 就当当年的真心为了狗吧 他拒绝留下联系方式 真正的爱情都是唯一的 不会有第二次 曾经痛彻心扉的爱情 结束了 他跑到和阿秋初次见面的公园里 张晃失措地寻找他的身影 这个时候 他觉得他可以爱他 应该爱他 特别特别想爱他 可惜一切都太迟了 阿秋认命了 无爱的婚姻就如蛀牙般的存在 他不想要了 两人像正常夫妻吵架一般 互伤而光 然后紧紧相拥 阿秋拿钳子深深拔下虎牙 递给钱一红 他当初说过 这颗虎牙很可爱 他想留给他做纪念 他也想让自己疼 只有疼 能让我记住你 影片最后 钱一红去拔牙 要求不用麻药 他想体会一下 当时阿秋的感觉 伤痛无处不在 爱却总是飘然远走 爱也是罪的一种 也要终身背负 以此来形容钱一红再恰当不过了 爱情的牙齿 让我看到了爱情的悲观本质 爱情或许和牙齿一样 虽然疼痛 却不能自拔 拔牙会很疼 会流很多血 那爱情呢 活生生的把爱情拔下来 是什么感觉 有些人一旦失去了爱情 那痛苦比拔牙还要强烈 一百倍 一万倍 到底是宁愿失恋 还是拔牙呢 好